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特许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您好 爱妮 您好 黄女士 我们知道说近期 美国的国会是在退休制度上面 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 我想首先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先分析一下 那么这一次在美国的退休的制度 首先总体给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呢 好的 我们现在 所有的美国人现在非常关心 自己在退休之后 是不是有足够的钱来生活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 就是说当你还活着的时候 钱没了 这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由于医学的发达 环境的改变人活的时间越来越久 所以这个退休基金是不是够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众议院那就通过了这样一个议案 也就是说希望对美国的这个退休规划 进行一些改革 那其中有一些内容 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些改革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将来得到通过 应该是15年以来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对退休规划 做的最大的一次改革 所以我们现在民众可能就要了解一下说 到底美国的退休这样一个系统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 这个国家本身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 也就是说Social Security 那这一部分呢 只要你是上班的人 你都会看到在你自己的paycheck上面 有6.2%交了这个FICA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你每一张paycheck 你都要交6.2% 这个一笔数交给Social Security 将来到你老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有退休金 那实际上呢 不仅仅是你在交 你的雇员有帮你交一半 所以加起来呢是12.4% 所以雇员自己交6.2% 但你的雇主还要再交6.2% 那么这个加起来 就是将来我们在退休的时候 可以从Social Security这边 拿回来多少钱 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明白 由于这个Social Security呢 大家都认为说 到2034年的时候 可能就没了 就用完了 或者是入不复出了 那到底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来避免这样一些问题 很多专家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把这个6.2 是不是可以提高到7.5 那加起来有15个percent 那当然这只是一些讨论 还有一点呢 就是提高了这个 要交这个FICA 就是这样一个税的 或者说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contribution的这个额度 那2019年呢 实际上这个最高额度 也就是你如果赚100万的话 最多也只有132,900块 要交这个FICA 但是呢 也有专家提出说 应该要再高一点 应该要再 实际上每年都在增加 那只有这些 其实还是不够的 因为真的2019年最高 可以从Social Security拿到的 也只有2,800多块钱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原来是赚十几万 赚20万一年的人 你只靠这2,000多块钱 一个月 你怎么维持生活 所以呢 这个退休年龄 也会越来越高 就是提高 从以前的65岁到67岁 甚至现在还有人建议 要到70岁 所以这是政府的这一部分 那么现在有很多问题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企业 美国的这个退休的 这样一个系统呢 实际上是由三方面来组成 一个是联邦政府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 那企业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当然看到 就是退休金 Pension Plan 还有就是 现在比较popular的是 401K 401K呢 它的好处是 你的雇员可以帮你 contribute一部分 那么员工呢 自己也可以用 before tax dollar的钱 来contribute一部分 所以员工也很乐意 我本来是赚十万的 那我至少可以抽出 百分之十 这是以前的法律 那将来的法律 可能会改成百分之十五 那我可以呢 把百分之十都先放到 这个401K里面去 让它呢 滚雪球滚得比较快一些 因为现在我也不用交税 将来我再拿出来的时候 可能少交一部分税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IRA 这个traditionalIRA 也给我们民众 带了一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可以在没有退休之前 先准备好你自己的退休金 当然呢 这个除了这个公司以外 我刚才说的个人的IRA 或者是说 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银行的储蓄啊 你做房地产的投资啊 甚至你买人寿保险 用现金价值等等 都可以作为退休规划来做 所以整个退休是国家企业 个人三方面 一定要努力的一起来做到 在退休的时候 有足够的钱 让你活多久 可以领多久 对 是 那么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 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啊 目前的这个美国的退休的这个制度 它的一个弊端有哪些呢 它的弊端啊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它好像不鼓励人去存钱 比如说IRA账户 到70岁半以后 它不准你再放了 那现在新的这个法律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就是没有年龄限制 也就是70岁半 70岁半以后 你还可以存钱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 到70岁半的时候呢 所有的退休呢 这个规划 它都要求你强制你要领钱 也就是你不能一直放在那里不动 那现在呢 把这个强制 也就是说minimum distribution 就是最少要领多少钱 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调到72岁 所以这是有些改变 那弊端还有一个问题呢 美国人都是先花钱的 也就是说 是这个比较前卫 也就是我们看了一下 很多这个普通的美国人 假设你今天告诉他说 一笔给你50万美金 或者是你每个月 可以领1000美金 一年有一万的美金 但你可以领一辈子 他一定会选 领50万美金 一次性领了 因为这样呢 他觉得现在他只顾眼前 所以很多人呢 到后来退休的时候 已经没有钱可以领了 所以就是这个超这个钱的 这种消费方式 所以也影响了美国人 对这个退休金的 这个储蓄的规划 再还有就是储蓄不够 储蓄不够 那么这些情况呢 都给美国人将来的退休生活 带来一定的问题 还有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 Social Security 可能将来不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企业呢 也不是每一个企业 都会给自己的员工 准备这个退休规划 很多的企业 应该来说 他们现在都没做到这一点 那根据现在目前的数据来看呢 只有50%的企业呢 给这个员工有准备 相应的这个退休规划 还有50%没有 所以各个州也好 联邦也好 都鼓励呢 这些没有退休金 退休金规划的企业呢 能够联合起来 组织一些相应的计划 那么让他们自己的员工呢 都有机会在这个退休之前 对 做一些抗拒病性 是 是 非常感谢黄女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好的 其实针对这一次 对这个退休制度的重大改革 那么您觉得它主要做了一些 什么样的重大的一些 这个内容上面的改革呢 其实我刚才已经 前半段的时候已经谈到 首先呢 把这个contribution的这个年龄啊 这个就是把它这个限制取消掉 以前像Ira 就是70岁半以后 就不能再contribute了 那现在呢 是任何年龄 你都还可以继续contribute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提前的 这个就是提领这个退休金的 这个年龄呢 从以前的70岁半呢 调高到72岁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在退休金里面 如果是有小孩出生 你可以一次性领取呢 这个5000块钱出来 就是你存的这个退休规划 你可以拿5000块钱 如果你家里生了孩子 或者是领养了孩子 在第一年的时候 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好处 还有就是529这个方案里面呢 也允许拿出1万块钱来 做这个比如说偿还学生贷款 总而言之 这些呢 都是对这个民众大众有好处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因为现在41K 越来越的这个popular 但是呢 其中一点很多企业呢 都限制只有full time的人 才能够参与到41K里面去 或者退休规划里面去 那现在呢 这个新的法律是要求呢 如果不是full time的人 也可以参与到41K 或者退休规划当中去 所以这样一些呢 这个措施或者改革呢 会对这个退休规划来说 更有一些范围 或者说更广一些 那再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呢 我们除了这个依靠国家的 social security以外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其实都应该积极参与到 这个规划当中 企业呢 也应该是鼓励自己的员工 比如说这个contribute更多的钱 到这个退休规划当中 因为毕竟这个钱是用税钱的钱 来做的contribute性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有些企业实际上 在做41K的时候 他们是鼓励员工的 比如说他们会match 这个员工的contribute性 比如说我们很多公司是说 那客人这个员工 只要match一个percent 那公司也会帮你match一个percent 那员工如果contribute两个percent 那这个公司也会给你match到两个percent 当然有很多公司是有设上限的 比如上限5个percent或者是6个percent 那我看到比较多的呢 大概都是4个percent到5个percent左右 也就是说员工你自己能够contribute 你自己薪水的10% 再加上你的老板match的5% 那这样一来呢 你一年你15% 你的total income的话 就已经在退休规划里面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措施 当然现在呢 还有很多退休的工具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像年金 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专门谈得过年金 年金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让你可以有终身的收入 不管是年金化 还是说lifetime withdraw 都能够让你做到 只要你活着你就有这个收入可以领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解决了 当你活着的时候钱没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到一个解决 所以年金是退休规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再还有就是Aira账户 那Aira账户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 这是美国政府送给我们民众最大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运用这个税前的Aira 或者是税后的Ross Aira来存这个钱呢 都是做好退休规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再还有就是近年来也是非常时髦的一种趋势 那就是利用高额受险 那利用人寿保险呢 现金价值的成长来作为一个退休规划的一个supplement 一个补充 为什么呢 因为人寿保险和其他的投资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的现金价值是可以tax deferral的 也就是说它跟年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 它是first in 这个first out 就是你先进去存的钱 你在领的时候你是先出来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如果存了很多本金在里面 你在拿出来的时候 你不用交税 再还有很多保单都允许客人保单的policy holder呢 可以从保单里面借钱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是从保单里面借钱出来的 那也不用交当面的收入所的税 所以人寿保险在退休规划当中 现在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那么这些工具呢 都是我们这个普通大众朋友可以去使用的 是是刚才您提到有关这个年金方面 能不能请您大概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这个年金具体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好的 其实年金呢应该来说 它就是一个国税局所允许我们的这样一个退休工具 那年金和人寿保险都是保险公司的产品 都是人寿保险公司的产品 人寿保险呢是防止人活得太短的风险 而做的这样一个金融或者说保护保障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年金呢是怕人活得太久 那怕你还活着的时候呢 钱就花完了 说制造出来根据人的生命来计算的 到底活多久 你每年要领多少 所以年金呢 现在为什么在市场上得到这个就是说青睐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这个保险公司呢 都提供了一个叫做 Lifetime Minimum Withdrawal的这样一个guarantee 也就是说保证你只要活着在 你的钱就不会说枯竭 那年金当然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做固定利息的年金 比如说跟银行一样 3个percent 4个percent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年金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积累阶段和银行存款比较类似 可是现在很多年金也可以投到 比如说指数 以指数作为参照指数型年金 那指数型年金为什么现在得到这个很多的认可 就是因为它的利息呢 要比固定利息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这个指数型年金呢 现在也有一些市场的这个份额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年金 比如说一次性投入 还是每一年投入 或者是说你还可以做到可变动的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可变动的这种年金性质里面都可以的 但是年金呢也有它的弊端 它的弊端就在于它的费用 就年金的这个费用 以及提前解约的这个罚款呢 都比其他的投资方式 比如说做普通的基金要高很多 因为有所得就别有所失 你得到的是可能你希望是一辈子都会有从不见断的 这样一个收入的这样一个来源 但你失掉的呢 是因为它的费用稍微比较高 所以你的成长呢 肯定也比较缓慢一些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过的收看 我们下期投入时间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